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轩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关于先童的故事 在上一期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肖克里半导体实验室的叛逆八人帮 通过纽约的海登斯通银行的洛克以及科伊尔 找到了IBM最大的股东 先童相机公司的创办人 谢尔曼·费尔柴德投资 硅谷第一家由风险资本投资创办的半导体公司 先童半导体公司于1957年9月份诞生 我们这里呢就把先童半导体公司简称为先童了 那先童诞生的时候呢正是美苏冷战时期 也是在这一年的时候 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升空 揭开了两个国家太空竞赛的序幕 从1956年开始 军方就已经在推动航空设备的数字化 那军方对于高速数字计算机的需求呢 也推动了对于晶体管的需求 而先童在创办之初 八个人就和董事长霍奇森讨论确定了公司的方向 决定为军用的计算机和航空应用生产扩散硅台面晶体管 1957年11月 先童收到了来自IBM军用系统部门的联络 这个部门当时正在研发用于XB70轰炸机巡航系统的数字计算机 而当时德州仪器生产的硅晶体管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计算机内存部分的功率要求 这个部门的工程师在电子新闻叫Electronics News上 看到了关于先童的报道 知道这个公司计划生产硅扩散晶体管 所以就联络了先童想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出来 这里我们跑个题 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从1954年开始 美国隶属空军的战略空军司令部 就在支持一个秘密的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要研发一款超音速远程轰炸机 来取代当时的波音B-52轰炸机 也就是后来的XB-70女武神轰炸机 那这个轰炸机的飞行速度达到了三倍音速 拥有在当时先进的技术和实力 但是它的出生时机不太好 在1950年代末的时候 苏联已经开始引入地对空的导弹 而洲际弹道导弹也开始问世 所以这款轰炸机的项目就取消了 只是生产了两架原型的飞机 用于超音速试飞 现在幸存的倚架在俄亥俄州的空军国家博物馆里面 在1957年12月的时候 北美航空公司赢了波音拿了这个订单 而IBM旗下的IBM联邦系统部门 拿到了相应的XB-70机上计算机系统的订单 IBM这个部门是和美国政府合作 从政府拿项目的 有时也被称为是IBM的军用系统部门 因为它有很多的军工项目 或者也有人把它简称为是IBM Owego 因为它的地址是位于纽约上周的Owego 那关于IBM和先童的合作 有一种说法是我们刚刚讲过的 IBM的工程师看到了关于先童的报道 找上了他们 还有一种说法是先童当时的销售经理 叫Tom Bay 他在报刊上看到了IBM在寻找计算机的晶体管方面 遇到困难的一个消息 就找到了先童集团的大老板 谢尔曼·菲尔查尔德 那我们之前讲过 菲尔查尔德从事也是IBM最大的股东 所以是由他出面帮忙联络上了IBM的军用系统部门 不管是哪种情况呢 在1957年12月20号的时候 先童的研发部门主管 也是八人帮中的领袖人物 诺伊斯和销售经理Tom Bay 就一起到了IBM Olvigo 和他们的工程师开了个会 深入了解了他们的需求 IBM当时列出了三种自己需要的晶体管 技术的细节部分我们这里就不说了 总之先童团队就发现说 其中对于有一种晶体管 IBM所需要的各种指标在业界是个空白 还没有人做出来 了解了IBM的需求之后 诺伊斯当场就说 没问题 我们可以搞得定 有趣的是呢 先童半导体当时其实还是一个 刚刚成立三个月的公司 他们还没有制作出任何的晶体管 Tom Bay回忆当时的场景呢 曾经说诺伊斯给他的感觉 就是信心满满 从来没有怀疑过先童 做不出来IBM所要求的晶体管 而诺伊斯当时的表达清晰明了 在现场也没有人质疑他 当然IBM的工程师 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质疑 毕竟先童是一个新鲜成立的公司 但是他们在当时呢 确实也没有其他的供应商做出来满足需求的晶体管 那后来呢 菲尔·查尔德和先童当时的董事长 理查德·霍奇森 以及IBM当时的总裁 小托马斯·沃森 就开了一个私人的会议 两个人呢 希望能够说服IBM给先童半导体一个机会 在1958年2月8号的时候 先童正式向IBM提出了报价 根据这个报价呢先童向IBM提供100个符合要求的晶体管 每个晶体管的定价是150美元 6个月之后也就是1958年的8月份交货 这个晶体管的单价是相当可观了 对比一下当时市面上普通的折晶体管只要5美元一个 在1958年3月份的时候先童正式收到了IBM的订单 这也是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笔订单了 就在1958年2月7号 也就是先童向IBM提出报价的前一天 先童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任副总裁兼总丁理 Ed Baldwin 那我们之前讲过呢 八人帮中的七个人计划离开肖克里实验室的时候 就曾经在给海登私通银行的信中就提到说 希望总公司派一个管理人员过来 那格德摩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曾经提到说 他们在肖克里实验室工作的经验呢 让他们觉得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员 先童相机公司呢 可能也从贝克曼和肖克里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 几方面的因素呢 就促成了先童相机在1957年12月的时候 在华尔街日报上登了一个广告 因此找到了Baldwin Baldwin拥有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是当时Hughes半导体公司的产品工程经理 负责公司的二级管的生产 Hughes当时呢是最大的一个二级管公司了 和军方有很多的商业往来 Baldwin不止自己加盟了先童 之后呢他还找来了一批Hughes 对于半导体生产比较有经验的工程师 而先童半导体呢刚好缺少的就是这一部分人 那Baldwin在加盟先童半导体的时候呢 是可以像另外八个人一样选择投资五百美元 然后拿到这个公司的一百股的股份的 但是他最终并没有做出这个选择 霍奇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曾经说他当时是曾经和霍奇森谈到过股份的问题 认为自己应该比这八个创始人拿更多的股份 显然这两个人也没有谈拢 所以在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 先童相机公司收购整个先童半导体公司的时候呢 Baldwin也就和20多万美元失之交臂了 请注意这是60年代的时候的20多万美元 当然从这个金额的数值上来看呢 还有人曾经错过过更大的一笔钱 就是苹果的第三位创办人 他是在苹果公司成立12天之后 就把他手里10%的股份以800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另外一位创办人 如果按照现在的股价算呢 相当于是错过了2000亿 那收回到IBM的这个订单 诺伊斯在1957年12月和IBM的工程师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就曾经在离开前问他们是要PNP 还是NPN型的晶体管 那IBM的工程师呢 说他们无所谓最早发给他们的是哪一种 但是最终呢他们希望两种都要 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把参数匹配在一起的 PNP和NPN的晶体管成对的使用 来设计计算机的逻辑电路 那接到了订单后的先头呢 就飞成了两组 格登摩尔负责NPN型的研发和生产 金霍尼呢负责PNP型的研发和生产 就开始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了 在1958年7月份先头成功的完成了100个晶体管的订单 把这100个晶体管寄给了IBM 随后在8月份的时候呢就提供了相关的说明书 先头呢这第一桶金呢对于这8个人而言 绝对是意义非凡的 因为诺伊斯呢一直保存着这第一桶金的支票存根 那这紧锣密鼓的6个月到底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 先头之后又迎来了怎样的辉煌呢 他的整个的成功之路有哪些关键点呢 我们在下周接着讲先头的故事 我是陈轩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咯 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